加伯是专业从事商业条妈打印机领域的高端品牌,拥有对条妈打印机多年的研发和生产经验,产品符合国家三岁安全认证。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这款加伯1124T。 采用外卷式标签,加伯GP1124T条码打印机,装纸宽度达120毫米,能打印市面上所有常见的标签。 拿起标签轴,观察标签上面的刻度尺,如果需要,您可以选择外置支架。 将标签纸套入标签轴中,用标签挡板光滑的一面套入标签轴,贴近标签。 防止标签纸在转动的过程中左右晃动。 将标签纸连同标签轴一起放入纸卷舱内,纸印朝上。 标签纸一端从纸张导向杆下方穿过。 根据标签纸的大小,移动标签导向片,靠近标签,注意不能挤压标签使它变形。 这样可以防止标签纸在打印的过程中左右滑动,更换不同的标签纸时,适当移动标签传感器。 保证传感器始终在标签纸下方拉出标签纸,一定要把标签纸拉到出纸口的位置。 将打印头模组,双手同时按下,听到有咔哒声,表示打印头模组已经卡好在正确位置。 标签安装完毕。 加薄TP1124T,采用外卷式碳带。 安装碳带时,将有碳粉的一面朝向标签。 判断方法为拿一张标签纸,粘一下碳带外侧,有碳粉脱落为外碳,反之则是内碳。 首先安装碳带供应端,按住两边打开打印机上盖,将右侧绿色的锁紧杆压下,抬起打印头模组,拿起碳带。 将碳带轴小的一端从左侧套入碳带中,然后大的一端,安装在左侧的压盘处。 注意安装时,碳带轴凸起处,要对着压盘的凹槽处,小的一端慢慢地卡在右边的小圆孔里。 然后用相同的方式,安装碳带回收轴。 最后,顺时针转动收收端左侧的压盘,将碳带处均匀紧锋状态。 碳带安装完成,盖上上盖,即可自检使用。 产品底部有三种接口,包括USB接口、串口、硬口、可连接电脑及其他有相应接口的硬件设备。 适用性非常大。 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如何安装打印机的驱动。 我们首先拿出电源设配器,连接好电源线,将数据线小的一端连接打印机。 偏口一端连接电脑。 打开打印机。 打开打印机驱动程序,选择Drivers文件,双击打开,找到Prinester EXE,双击进行安装。 点击下一步,选择打印机,找到GP1124T,点击下一步。 在打印机选项中,选择USB端口。 这里注意,当有多个USB虚拟接口,端口数一般选择最大的一个。 比如USB001,USB002,就选择USB002的端口。 点击完成,等待安装。 安装好后,窗口自动关闭,驱动安装完成。 下面进行驱动纸张的设置。 打开打印机属性。 在首选项里,更改大小,宽度70毫米,高度50毫米。 非打印区域上下左右距离都为零,然后确定打印测试页。 安装编辑软件。 打开软件。 我们新建一个标签。 软件会自动提取驱动设置数据。 打印方向选择纵向。 点击属性。 将非打印区的左右、顶部、底部四个编具均设为零。 点击完成。 接下来编辑标签。 首先添加文本内容,可以随意拖动文本位置到需要的位置。 点击文字。 可对文字进行重新编辑。 可以通过字号对文字大小进行修改。 点击图片标志。 可以添加图形。 加入需要的图形。 缩放到合适的大小。 放到需要的位置即可。 编辑条形码。 点击条形码标志。 输入条形码内容。 缩放到合适大小。 缩放时注意。 条码的宽度需要按照比例变化。 长短可以随意变化。 需要修改条形码数字。 在人言可识别中,勾调字体自动缩放。 在字体里,可编辑字体和字体大小等。 再次稍作调整即可。 如果需要对标签进行重新编辑,可以点击缩放到页面大小。 缩放标签到适合大小,进行重新的排版。 点击打印。 选择打印份数,即可打印。 加勃1124T标签打印机,拥有每秒最大5英寸的打印速度。 203DPR高清分辨率,打印出来的标签准确清晰。 这款加勃1124T条码打印机,整体设计,经典大器。 现在购买跟赠送加勃正版软件,帮助您使用。 加勃,成就你我。 打印尽对建计软件。 现在购买了金属使用都不遵迷。